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我们的知识范 那今天我们荣幸地邀请到 Melissa再次做客我们的知识范 大家好 好 谢谢Melissa 最近就是因为疫情的缘故 然后很多人可能在工作上面 有所调整 然后暂时歇业 那会影响到一些他们原本 在公司的一些福利状况 那其中健康保险就是一环 那不知道Melissa 作为一个专业的保险经纪代理人 那最近有没有遇到 什么相关的case被询问到呢 最近这个问题被问的还蛮多的 那一般在公司的员工 是比较习惯用团体的健康保险 那我在这里也建议观众朋友 如果您是雇主的话 基本上都要提醒您的员工 当他们在离职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有权利 可以保留他们员公司 所提供的团体健康保险 作为一个COBRA的员工 那当然除此之外 他们也可以作为个人跟家庭的一个情况 来咨询专业的保险经纪 协助他们申请做一个转换 OK 了解 那COBRA这个单词其实我们听到的很多 然后有人还说眼镜蛇 那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那关于COBRA它具体的内容 很多人都磨了两可 我们不太知道 也关于COBRA很多人误解为就是 是不是保费比较高 或者怎么样我买不起 那Melissa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好的 简单的来讲 选择作为COBRA的员工 它其实主要的目的是 不要因为离职而中断了它的保险 那其实这个法案早在1985年就有的 那这个COBRA的法案 其实也是为了避免 可能员工因为被解雇 或者是他的工时被缩短 那他可以应该享有的一个权利跟义务 OK 那COBRA具体是怎么用的呢 其实我这边有两点 可以给观众朋友们提个建议 比如说如果你正在是怀孕的状态 那你不想要换保险公司 当然也不想要换掉你的这个医生跟医疗网 那在这个情况 或者是说您在一些专家的会诊上 有比较多的需要 现在正在转诊的一个服务上面 那甚至是有些客人 他可能是在做一些跟进的检查 或者是一些laboratory的一个复检 那像诸如此类这样子的情况 我就不建议客人来做一个保险的转换 那可以维持原来的COBRA 第二点也就是可以去比较说 在COBRA的价钱跟实际的保险的内容上面 是不是真的比较划算跟好用 OK 所以之前我们听说COBRA费用比较高 其实是相对性的 嗯 是 那其实加入COBRA 你如果说从价钱来讲 某个程度它可能是价钱是会比较贵 那为什么呢 因为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其实员工他的保险费 由雇主会承担一部分作为像是一个福利一般 但是如果说今天因为离职 那员工就必须百分之百来承担 他的这个健康保险保费 所以相对来讲 可能员工就会觉得说 会去衡量说划不划算 或者是支付得起这样子的一个保费了 了解 那COBRA的费用除了是你要关注的问题 其实更要关注的 是不是你要keep用之前的医生或者医疗网 那这样子用起来才比较方便 那除此以外 我们其实也推荐个人或者家庭保险 也是不错的选择 对不对 是的 如果说员工他不需要维持在原来 雇主所提供的这个保险 然后作为一个COBRA员工的话 当然他是可以选择用家庭跟个人的这个保险 来承保他的健康保险 那当然就说还是建议说要寻找这个专业的保险经纪人 当然保险经纪人他会根据您的个人基本资料 帮您协助您估价也协助您来申请 所以在费用上其实有时候不见得COBRA一定就比较贵 其实还是要多方比较 然后根据您实际的状况 咨询这个保险经纪给您一个最好的建议 确实我觉得健康保险这一块内容非常细 就是专业的保险经纪人才会给你带来一个相对于正确的解释 没有错 对 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顺便问Melissa一下 她是一个先生然后她的太太跟小孩以前跟着她一起投保 她是员工然后full time员工 可是现在因为调度的问题她从full time变成了part time 所以对于她的健康保险也有一定的影响吗 是有影响的因为一般的雇主大概提供给全职的员工这个团体健康保险 那如果是转成半职的员工可能就不会有这个福利了 那像您朋友这样的情况我也可以建议她可以在加入COBRA员工的情况下 或者是个个人跟家庭的这个来做一个比较 那当然因为如果说她员工司提供的计划跟价钱是很合理 并且他们有实际上的需要的话 那她在两方权衡之后 其实她可以做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判断 那当然因为保险公司他们是在每个月的一号才能够做一个生效的日期 所以也提醒就是客户在做一个转换的时候 也先都要问清楚一些细节的部分 那我相信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的这个专业的保险经纪人是相当的重要 因为她可以在各样的细节都帮你全部都考量到 也能够给你比较好的一些答疑解惑的部分 OK好 谢谢Melissa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很关键的一些信息 让我们了解了一些Cobra的内容跟个人和家庭医疗保险如何投保和需要注意的事项 那如果当下您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我希望今天的topic可以帮助到您 好 那这就是今天的知识范环节 知识范让您学有所思 学有所用 生活与你相关 尽在知识范